你好,我是麵包君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秋黄瓜的种植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从育苗讲起 如果你是在楼顶上育苗的话 那就会导致秋季跟夏季交替的时候 秋老虎高温嘛 那这个时候你在楼顶上育苗 你就要拉个防晒网 或者说种在日照不是那么强烈的地方育苗 那像我是直接在这边播种的 在我的种植床上播种的 那就会前期会遭受暴晒嘛 然后就导致它展示会比较弱 然后等到它的苗爬起来以后 你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就是一定要搭架子 然后每一个节位都要给它扎上扎带 就是都要给它扎上这种扎带 或者说反正你用什么板都行 只要能把它固定住就行了 要不然在秋天跟夏天交替的时期 它会有那种强对流的空气 雷暴雨暴雨 然后就会风很大 就会把这个都给吹断了 像之前你看这个叶子 最早的这个叶子就是被暴雨给打坏的 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剪掉 就是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光和作用的能力的 你看到现在我这个瓜节这么大了 我都还没有把它给剪了 那过一会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剪的 我就剪它两三片 像这种老叶就把它下面让它更通风满就行了 像这些上面的这些大叶子都不用修剪 像我左边这个地方呃因为被暴雨吹长过 它前面叶子全部断了只剩只剩杆 然后它长得就不是很好 长得不是很好就全部都是芽虫 但是它还是会长 像这个这个瓜是一开始是跟有点像双胞胎 我还我还怀疑它会不会瘦粉成功 然后你看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大双胞胎了 上面这边还有一个 那还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就是 呃让它在地上爬 像看我这个种植箱就比较大 然后我就先让它从从这边爬爬爬爬 爬到这边再慢慢上架 如果你的院子够大的话 你可以让它就直接在地上爬都行 然后一个就是黄瓜它的呃后期生长能力 其实是蛮强的 就是说它如果前期长不好 就是一直长不大的话 你给它施肥 那它还是能能长大的 像我这这一片就是有三棵苗 那前期它是就长得很小 就是因为我这个地没有肥嘛 没有给它施肥它就不长了 然后我一施肥它就开始长了 所以黄瓜有有点像地瓜 所以黄瓜是可以牵插的 那么说完种植方式我们说一下整枝 整枝技巧就是把从从下到上 差不多12节吧 如果是春天种的话就打掉24个节 那夏天秋天种的话 你要提早收获 就打掉12个节就行了 就是每一个节位的这个花骨朵 跟侧枝全部给它打掉 全部打掉 然后如果是大黄瓜的话 像这种大黄瓜 它展出来以后 它如果边上有侧枝的 你要把它的侧枝给剪了 让它结瓜 要不然它侧枝会抢这个瓜的养分 然后如果你是看到在主藤上有很多个小瓜 每一节都有瓜的这种黄瓜的话 那你就不要留侧枝了 然后你每隔两节留一个瓜 要不然它养分争夺会太大了 那前期就是你先不要让它解瓜 先让它长茎 长叶子 长根 后期你再留瓜 也就是说你先把它的根养起来 然后后期它的长势会比较好 比较健康 你就早早就让它留瓜的话 它后面可能就长不太好了 那黄瓜的撕毁的话 就前期就是撕淡肥 等到它快开发的时候 开发 开发 发 还是发 等到它快开发 开发 开花 等到它快开花的时候 你就要撕淋甲肥了 就是比如说你有鱼肠 草木灰 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给它撕下去了 然后后期它结果的时候 不要撕太多的淡肥 会导致它不开拾花 它就一直开熊花 一直长 一直长 长很多叶子 那这种情况 你就把它的顶给打掉 就把它的顶牙给打掉 那你肯定要留侧牙 你不能把顶牙打掉 侧牙也没有 那你就它就它就死了 它就它就不会长了 其实本来我是想种在我这个靠墙的位置 因为 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 或者说从这边吹过去的 那这样子的话 它有一个可以挡风的地方嘛 那像我这个 这个地方就太通透了 它就会导致你把你的汁液给吹断了之类的 所以明年我打算把秋黄瓜种在这面墙上 然后这个 这面墙我也打算试一下 就是不知道这里比较半日照的话 其实那边也算半日照 但是这边可以照下午太阳 就是这边晒不到上午的太阳 明年我试一下 看一下它们会展示情况会怎么样 然后给大家做个介绍 好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 拜拜 拜拜